今天要來教大家做菜 就是我平常在吃的狀態就是這樣 切得很爛你看 這個通常我會把它加進去當那個熬的部分 因為它有水分嘛 那鍋在裡面燜燒的時候它水分會被逼出來 所以我會放一些進去 這樣它味道會更香 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在這邊講這種節目 齊老師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剛剛有洗過 非常爛的洗粉 好 一般來講我就洗完就拿到這裡 然後我在家就拿這個剪刀這樣 不是要先煮熱水嗎 不用 它不需要熱水 因為這種法郎石鍋它的優勢就是它有七成 好那一樣這個根莖的部分都會有一些水分 我們就把它剪進去 就像這樣 就可以讓味道整理 但是你把它切得那麼碎我怎樣吃很碎呢 而且你才好咬啊 然後這時候通常會在 這個裡面加一些橄欖油 好 橄欖油很健康 你看連阿強他們都認證 嗯 就把它加一點點 哇 像這樣 然後呢 剛剛的那個部分 來 在這裡 剛剛這些也洗過了 就把它放進來 在日本人才看到的 好我們來把它洗 好像都很乾淨喔 對其實他們這種就類似全年的 它已經是包過了 已經洗好才包進去 它不會像賽事長那種 很恐怖 嗯 對 所以就這樣 稍微洗一下 然後壓到這裡 有沒有很粗魯的感覺 有 厲害吧 每天過這種生活 健康 好 那這時候呢 你現在都進來了嘛 嗯 那 要加一些鹽巴 不能先開鍋喔 沒關係 你也可以先開 沒關係 但是就是比較浪費人員 哇 像這樣子一點點 嗯 好 這時候呢 你只要加一點點水就夠了 那你就把你旁邊那個熱水 直接倒一點點進去 這個不是有熱水了嗎 啊不要 就像這樣 我只是要讓你知道它真的只要一點點水 好 就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把這一些煮得非常熟 因為它有七層 所以它可以 整個熱一直進去然後在裡面循環 然後一般來講 它這個 斷面呢 會讓裡面的 氣都不太會跑出來 好 這時候呢 你只要開 吃大豆 然後開中火 中火 這樣就可以了 幾分鐘 一般來講 這個只要中火開 五分鐘以內 整個菜就很熟了 嗯 好這個就是 不太會產生油煙然後 滴水量 就可以很快速的把 菜煮得很香 而且它的味道都不會跑掉 嗯 來經過了五分鐘之後呢 這個很燙喔 它這個很燙 這個也很燙 所以一定要小心 為什麼它可以那麼燙 這種鍋的一個特性 那一般來講 因為鹽巴跟油 有一點沒有均衡 所以我會 再攪拌一下 像這樣 那你會發現菜的顏色都保有 都是這個顏色不可以紅黃的 那你聞看看 你看 嗯很香 很香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做法是非常好 對 好 那我們就再給它燜個幾分鐘就可以吃了 對因為會更好吃啊 這個就是無油煙 不用炒 那也不會讓你的房間燻的整個都是油煙 也不用開抽油煙劑 你看 我們在那些人的身上學到的這些知識 不代表你好啊 你看你肚子還是比我大啊 沒有啊 你肚子還是比我大啊 有嗎 幹 有肚子嗎 你不要說 沒有肚子啊你看 幹 沒有肚子 有啦 好 這個就是無油煙的料理方式 跟你分享到最後 你等一下吃了就知道 好 好 常常被你淹 來喔 無油煙料理 這很像可以狗吃的 但是很健康 吃起來怎麼樣跟我們以前料理的方式 這個 裡面的鹽分 太多 都會 在裡面 對他吸進去 對 很好吃 會比較好吃喔 比以前做的好 超好吃的 對啊 但是 常吃這樣子 很無聊 對啦 你當然還是要有變化 要搭配像阿強那樣的 這個味道 很剛好 就是比起我們以前做的 還要好很多 以前我們真的不太會用 而且都熟了 都不會很難咬 而且我跟你講 是同樣的時間 以前我們用 我們用7分鐘做這一些菜 現在 反而是用5分鐘到6分鐘做這些菜 而且更好吃 所以我覺得料理的方式 只要理解的話 可以做得更順 更有效率 更節能 鹽巴有點太多 好 那下次要用那個鹽巴池 來衡量會比較好一點 那為什麼一定要用這麼重的鍋子 還可以做到 因為那個重的鍋子它有七層的 其他鍋子沒有七層嗎 對 這就是差別 蛤 對 所以為什麼人家那些鍋子 他敢跟你講這些 那為什麼那個那麼便宜都有七層 我只能說品牌嘛 你看中國做的東西也很便宜 那 品牌的東西就是貴 那種法郎瓷鍋 從2000塊到 4萬台幣的我都看過 很恐怖耶 耳機也是啊 你從500塊到 你從20塊的耳機到 5萬塊的耳機也都有嘛 所以這實際上就是這樣 看你選擇在哪裡 都沒有對錯 只是說 你有那個能力你就買好一點 我也覺得沒有什麼不好 好 今天吃的 希望你用餐愉快健康 我好爛掉了 笑死 我可以吃死 我好爛掉 是 我也不可能 我不是想吃 我來吃 你吃 我可以吃 我假裝 你吃 我快早安 我剛剛 我來 現在 在家裡 我有點兒 放入冰箱